说女人一夜最多能承受多少次呢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只有累快的牛没有根快的地 这呢也就是体现出女人承受力 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波兰 每年呢都会举办一届有夫妻生活的展览 在展览中呢竞标赛呀可谓充满了看点 在这种竞标赛中呢 让我们知道了关于女人承受力确切的数字 在竞标赛当中 一位女性一天与919个人互动 成绩获得了冠军 通过这次竞标赛当中 对于女人的承受力呀是极限 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虽然有一些女人创造了世界纪录 但是这毕竟是极端的例子 大部分女性承受力还是有限的 对大多数的这个普通的女性来说呢 还是要适量的好 毕竟呢与其追求数量 更加重要的还是质量 与其你关注女人一夜能承受多少次 还不如关注一次质量如何 其实有的男人呢平时真的挺给力的 可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呢 总是在被窝里边放屁 如果说你经常口干口苦口臭 肚子里面有胀气 还经常放屁 后背呢油腻粉刺大 尿黄起泡沫 头发还总是爱出油 眼睛干涩模糊 看不清楚 情绪啊 还总是易怒 心烦气躁的 有以上这些情况呢 我给你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 我们可以用绝冰籽 枸杞 陈皮 甘草 菊花 金银花 把这些放在一起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 坚持喝上一周 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如果有些麻烦的家人们呢 小黄车有配好的成品 就是我们这个同仁堂 土工英菊花 菊银紫茶 他这每大包呢 里边有三十小袋 每天你就取出那么一小包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 就可以直接喝了 现在刚好有活动 买二送一 买三送二 到手 就是五大包 男人们呢 嘴巴香香的 女人都想靠近你 蹭一蹭 想一想 女人一主动 那后面的故事 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男人还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要生活才能够更美好 兄弟们还等什么呢 赶紧 锁下方小黄车